大天使麦克信息 关于这是无比奇妙的时刻 传导作者Leslie N. Menzies 译者Nick Chen 亲爱的大师们 很久很久以前 那些勇敢的灵魂 后来作为星际种子 引路人来到地球 为了人类和地球的扬生 同意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刻 拾起一个特殊的角色 这群灵魂勇敢的回应 一个新的感人号召 化身到每一个种族 肤色文化和信仰中 它们会在一个为了 宇宙戏剧 人类和地球的扬生 这个次宇宙中 所有的物理表现 而专门建造的星球上 被散播到世界各地 非常重要去明白这是前所未有的时期 许多特殊的天命在运作 这对你光之探索者来说 是一个宏大的机会去接入你神圣的遗产 和特殊的天赋与才能 在罕见的间隔 从一个伟大的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期间 宇宙法则允许天使领域和精神层面的存在门 穿过面纱 与被挑选的苏醒的人类成员接触 你必须表达愿意和渴望 与这些奇妙的先进的存在交互 因为它们不会违背你的自由意志 当你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大师 天使或光之存有 它们会立刻意识到你并响应 你的渴望越强烈 真诚和恒定 它们的光辉会越多的照耀你 你的守护天使 精神指导和老师 会尽力协助你接收更高的智慧频率 这对这些混乱的转变时期来说 至关重要 这些仁慈的存在 通过加强你太阳神经丛以及神圣之心中的光 来获得你的注意力 你等待了几个世纪 来被邀请去有意识地和阳生大师 以及天使领域沟通 他们也耐心地等待着这个时刻 作为人 与光之存有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进化步伐 因为这会快速促进一个新的意识 一个强大的内在转变 最有可能的是 你会先与你的个人指导交互和交流 或者有时候 你的老师会快速建立与你的关系 尤其是 如果你在化身前同意和那个特定的存在共识 你们许多人处于发展第六感的进程中 直觉思维 你会直连你的超灵自我 以及你多维度更高自我的某些面向 这是创造直接家乡 你神圣的我是存在于神之自我的开始阶段 不要在天上或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寻找神 因为造物主的本质 神圣的火花 处于你神圣的心中 许多人正在意识到自己神圣的起源 无论如何 你才轻微地 明白作为宇宙之光的承载者 拥有的广阔潜能 很重要去协调与不断增长的造物主本质频率 因为这会加速扬升进程 协助你获得自我精通的状态 这样你可以履行成微光和引入人的誓言 记住你只能访问于你的能量信号兼容的振动水平 所以很重要去经历一个清理和进化进程 以便在你的精神和情绪身体中 实现一个更加平衡与和谐的存在状态 你们那些走在前沿的人被给予了一个特殊的天命 因此你大量的较小失衡会被清理 这样你的尘世负担不会压倒性 所剩下的就是你需要解决的主要课程 这样你可以回到一个平衡的和谐的振动频率 从而将你的能量信号与灵魂之音提升到四维中层 以及更高 你们很多人心计种子 很好地踏上了自我精通的道路 无论如何 非常多的引路人依旧在沉睡或处于否认 你们每个人在正在进行的加速进化中 有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要去扮演 你们的遗传编码 携带着所有先前根源种族的优秀品质 连同记忆种子 原子编码 为了未来的新黄金根源种族 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这个灵魂团体中有着巨大的失衡 许多人并未聆听他们精神自我的敦促 忘记了他们的尘世任务 无论如何 在你神圣之心的核心深处 你们每个人被编码了一个记忆种子 原子当被激活 会帮助你一起 你承诺 来成为我们的尘世代表 你的任务会是与你的存在共识 成为美丽 平和 和谐 丰盛的共同创造者 我们希望给予你一些基本的信息 这样你就能够在恰当的视角中 看待我们与你分享的内容 很重要不去是自己 只有一个血脉 因为你们所有人在所有主要的根源种族中 体验过声势 很重要不要看不起 在你后面行走的人 因为在许多声势中 你也是跟随着你曾经是黑色的皮肤 以及棕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根源种族 在你的DNA中还有着每个种族不同的属性 美的和品质 在此生 你选择诞生到一个特定的家庭或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度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因的 在宇宙层面 在你表达到个性化的神之意识并在令人愉悦的共同创造中 花费了很久的时间后 你和一个和谐的灵魂团体 我们会称为灵魂家人团体 被呼唤聚集到更高领域中的巨大光之金字塔中 这些光之金字塔随后也被称为世界服务器 它们分散在五围的许多次层面中 你被告知在遥远的将来会到来一个时间 神圣计划的一个主要阶段到达高潮 许多专业的团体会被放到一起 会在重新统一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间就是现在 你们那些我们亲切地称为老灵魂的人 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老灵魂 处于各个地方和文化中 无论如何 这个先锋团体 从最原始的村落 到最发达的城市被散播在世界各地 这些勇敢的灵魂 并不是管理政府或媒体的人 它们生活在农村 因为它们喜爱大自然和动物 它们在每一个领域进行着平凡的工作 它们静静地履行它们的职责 它们有着巨大的责任 它们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服务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它们生活在公寓和小屋 它们生活在每一个社会层面 从最低的到最高的 它们有些人是宗教成员 它们在自己独特的方式中崇拜 许多人协调于自己更高自我的低语 它们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其他人很好地踏上了精神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 大量星际种子引路人 依旧不知道自己神圣的本质 以及它们很久前许下的诺言 这个团体的成员在DNA中编码了亚特兰蒂斯种族领袖先锋 战士的主要美德能力和品质 有着一个深度的渴望去使用你的精神能力 连同我们父神的神圣意志和力量 以便成为物理平面的主要共同创造者 此外 你充满了我们母神的最高美德 品质和能力 把温柔滋养直觉 向内专注的品质 贯注到在利木里亚 黄金时期来到地球的灵魂 连同伟大的艺术能力和对和平 宁静 沉思的渴望 你体验了一个丰富又奇妙的精神遗产 在过去 你很幸福有着如此多宏伟的光智存有处于你们之中 各位大师 他们留下了一个道德生活的指导方针 无论如何 是时候将过去与未来融合 人类正在体验对指引 启发支持的深度需求 我们来建议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非常希望你们一些人拉起横幅 成为未来的精神英雄 在具有自我意识到人类之中 不现新的精神 我们请求你去开始走到一起 以便学习 支持 启发彼此 我们请求你与彼此分享你的知识 智慧 愿景和经验 我们注意到有着一个巨大的孤独感 孤立感 阅读我们 或者大师们 给予你的教导 或者拜访美丽的教堂 并向神表达敬意是不够的 这是重新统一的时间 这是走到一起分享爱智慧 灵感的时间 这是一起学习 支持彼此的时间 我们不是在请求你去建造更多的圣殿 因为那不是造物主的本质会驻留的地方 你是未来的共同创造者 造物主的神圣火花 你被请求在朝向未来的宏伟道路上拾起你的理因之地 亲爱的 是时候 释放你们许多人 攜带了很长时间的作为核心问题的内疚 羞愧和无价值感 你必须疗愈过去的痛苦 这样你可以拾起奇妙计划中的恰当角色 通过我们的信息 我们给予了你工具 智慧和洞见 去释放 并不服务于你最高良善的东西 我们恳求你把我们所说的放到心里去 你值得拥有这个宇宙所有的爱、美丽、喜悦、平和、丰盛 因为这是你神圣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你必须学会爱和尊重自己 你必须拥有深度的自我价值感 在你可以真正爱与尊重别人之前 在别人把爱与尊重返还你之前 我们请求你去审视你正在展示的是你神圣遗产的品质 美德和属性 你在投射太多的阳性亚特兰蒂斯能量 并过多地专注于获取和创造吗 记住 我们告诉过你 你在寻找一个存在状态或生活质量 你可以获取巨大的财富 显化许多美好的物质 但如果你的心之中央是关闭的 或者你忽视 没有发展你的立幕里眼女神 美德和品质 你会感到不完整并体验一个巨大的不满 组成两个 三个 十个 一百个或一千个团体 无所谓 无论如何 如果你为了一切的良善 团结在一起 我们向你保证 我们会在纳授权你 协助你 把父母神的爱散发给你 你此刻的主要目标就是返回最初设计的光与阴影评谱 组成你在三维四维中 个人世界的振动模式 如此 你的意识摆中 不会如此激烈的 从积极的频率摆到消极的频率 你的精神和情感本质 会变得稳定和居中 这是学习居中 与你神圣的心和头脑而活的一个重要步伐 随着你提升你的振动模式 更高的光之频率 会渐渐溶解约束你更高意识的许多伯膜 当这发生 你就踏上了 作为一个有意识的 受灵魂启发的自我大师而活的道路 这是无比奇妙的时刻 亲爱的我们 从你第一次表达到你个体化意识中的时候 就与你在一起 我们会和你一起进入崭新的未来 随着我们与强大的Alohim联合 形态的建造者 为辉煌的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我发送父母神的光辉 随着我们将你包裹在神圣爱与光的光环中 我们为你感到高兴 我是大天使迈克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